003年一对双胞胎姐妹被父母狠心意气,一年后被来自美国和挪威的家庭同事收养,然而福利院隐瞒了他们是双胞胎的事实,双方养父母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孩子抱走,这就意味着姐妹俩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由于挪威爸爸身体突发不适,但离领养手续的日子只能往后推迟,去福利院这天,他们给女孩换上了在挪威买的新裙子,仿佛冥冥中注定,美国夫妇此前在美国也买了相似的红裙子 并在这天给另一个孩子穿上,他们在同一时间出现在福利院,又正好朝着对方迎面走来,一张经典的照片就此诞生,更让两个家庭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两个孩子不仅穿着泪桶,就连长相都几乎一模一样 美国妈妈认为他们很有可能是双胞胎,于是迫不及待地询问相关负责人,得到的答复却是否定的 她不死心,想进一步做基因检测,但挪威妈妈却显得十分戒备,她担心一旦确认双胞胎,对方会想办法把两个孩子一起领养 最后美国妈妈把地址电话都留给了挪威夫妇,双方匆忙告别后就分道扬镳,此事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 挪威夫妇领养的女孩仅仅抓住另一个女孩不放,似乎是舍不得和她分开 尽管如此,这对中国姐妹还是被领养到了地球的两端 一个是渲染繁华的加州首府,一个是遥远宁静的挪威小镇,等待着她们的僵尸两段久然不同的人生 挪威夫妇给女儿取名为亚历山德拉,美国夫妇则为女儿取名为米亚 她们当初都是因为无法生育才决定领养,因此对这来之不一的孩子都视若珍宝 每次提起米亚,美国妈妈的眼里总是闪着泪光 而挪威夫妇虽然性格内敛不善表达,但她们对亚历山德拉的爱也毫不逊色 为了不让孩子的人生留下遗憾,她们还是给美国夫妇寄取了唾液样本 DNA检测显示两个孩子果然为童晚双胞胎,原本出生苦难的起因 现在不仅拥有了父母的宠爱,还多了一个血浓于水的姐妹 简直就是开启爽闻模式,但父母们还是有些阴影担心 毕竟不在一起生活,山河湖海的距离是否会阻隔他们的血脉亲情呢 时光荣荣,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在美国的米亚生活多姿多彩 从小就是万千宠爱的小公主 即便在人群中也是最闪亮的焦点 为了给米亚更好的生活,父母努力打拼换上了更大的房子 不管去哪里都贴身护送,并给她报了许多兴趣班 小小年纪米亚就形成满满 学习舞蹈,小提琴,踢足球 参加各式各样的演出锻炼能力 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如父母所愿,米亚很快成长为一个多才多艺 开朗有活力的元气女孩 与此同时,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亚历山德拉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她所居住的挪威小镇一山靠海 出门就是如是如画的田园风光 爸爸妈妈常年靠耕地维持生计 因此不同于米亚的精致养育方式 父母给予了亚历山德拉更多自由空间 每年冬天,爸妈都会陪她在自家屋顶滑雪 春天则带她到美丽的山谷野餐 让她与自然为伴,野蛮生长 学会拥抱山川,河流和洋群 学会与孤独和谐共处 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牵着自己的小马 在山间小路上肆意奔跑 尽管全镇只有两百多人口 也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 但她依然快乐且知足 成长为一个独立坚强,富有爱心的小姑娘 她敢于在极寒的凌晨 独自一人走路去上学 也会给快要冻死的天树安置小屋 给她群人威食 圣诞节这天 她跟着爸妈上山看圣诞树 并在他们的鼓励下依靠自身力量脱回家 而远在美国的米亚 则收到了一条漂亮裙子 她只需要把自己打扮成童话里的公主即可 两个家庭秉承着不同的教育理念 却都教育出了同样优秀的孩子 而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 父母始终坦诚相待 未曾对他们隐瞒过 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的事实 因此从季世起 姐妹俩就知道了彼此的存在 双胞胎之间难以言喻的默契和联系 更是让两人未曾见面 就成为了最熟悉的好朋友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之间的羁绊也越发强烈 没有一天不期盼着 能够早点真正见面 当想念对方时 姐妹俩就通过写信来拍姐 每次去查看油桶 就是姐妹俩最兴奋的时候 她们还会在每年的同一天 向对方说一声生日快乐 在圣诞节时互相给对方寄礼物 从懵懂得又同气到之后 越来越懂事 收到的礼物都要堆成了小山 尽管语言沟通不长 打电话也只能用简单的英语进行交流 但丝毫不影响 他们之间的心灵感应 言见时机成熟 双方父母约定 今年七月在挪威见面 从那之后 两人就开始摆着手指数日子 亚历山德拉早早就把米娅的床铺好 米娅则为她准备了一大堆礼物 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 由于路途是在遥远 需要先乘坐很长时间的飞机 然后再换乘汽车上路 但米娅丝毫没有觉得劳累 一路上积极喳喳兴奋不已 抵达亚历山德拉所居住的挪威小镇 姐妹俩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影 拼命朝着对方挥手示意 来不及欣赏周边的人间陷阱 米娅就迫不及待跑下车 和迎面冲过来的亚历山德拉紧紧拥抱在一起 两个从初升起就命运相连的姐妹 终于在遥远的北欧再度重逢 初次见面 姐妹俩都显得有些拘谨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突然亚历山德拉牵起米娅的手就往外冲 两人视而像一对快乐的小鸟 无忧无虑奔跑在湖边山间 视而像两条环块的鱼儿 在逼迫荡漾的湖水中自由穿梭 仿佛经历了一场情感洗礼 仅仅半天时间隔阂就完全消失 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得亲密无间 就连睡觉都要粘在一起 提前准备的床也没能用上 给镇上所有人 然后带他在爸爸的农场里练习骑马 之后的日子 他们更是放飞自我 有时穿着一样的裙子 像小精灵般穿梭在田野间自由奔跑 有时在山路上比赛骑行 享受山间吹来的清爽威风 回家后他们会帮彼此梳头发 虽然偶尔也会吵架 但马上就能和好 看到孩子们如此快乐 原本还有些担心的父母都放下心来 两家大人也因为孩子的推动而慢慢走近 从繁华喧嚣的大城市 来到这座人间仙境般的小镇 美国父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身心宁静 尽管街上连个像样的咖啡馆都没有 但背靠着挪威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 这座小镇俨然成为了许多人向往的心灵归宿 而在日益相处中 两位妈妈惊奇地发现 尽管成长于完全不同的环境 但姐妹俩身上有许多一模一样的特征 比如她们总是同时做着一样的动作 比如她们都性格开朗且乐观坚强 有自己强烈的主见 或许这就是血脉的神奇力量 冥冥中这种力量一直牵引着她们 哪怕被抛弃 被命运阻隔 依然阻挡不了彼此人生的巧合交错 而为了纪念这次会面 父母还特地为姐妹俩定制了一双吊坠 拼在一起就是一颗心 两颗分开的心终于又合在了一起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在短暂的相聚后 姐妹俩迎来了告别的时刻 两家人依依不舍拥抱彼此 姐妹二人则久久不愿意分开 在和米亚拥抱时 亚历山德拉一直强忍着泪水 苛等米亚转身后 她却忍不住扑到满满怀中泪流满面 这是姐妹俩的第二次分别 但永远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爸爸抱起女儿轻声安慰 想及了多年前 第一次抱在怀中的那个小宝贝 是她永远要保护疼爱的女儿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姐妹俩都在思念中度过 米亚经常会来到海边 在沙滩上写下亚历山德拉的名字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 亚历山德拉也仿佛有心灵感应一般 望着远处的天空寄托相似 时光继续流淌 姐妹俩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2016年夏天 米亚再次来到摩威 姐妹俩穿着白色纱裙 在美丽的农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照片 同年十月份 亚历山德拉第一次来美国 她和米亚一起上学 一起在加州的阳光下顽皮滑挺 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写下 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 2017年圣诞节 姐妹俩相聚在挪威 此时的她们已经退居青涩 出落成婷婷玉丽的大姑娘 所不变的是她们的感情 在岁月的犀利下不仅没有减退 反而越发春后 她们本来有着悲惨的身世 只因为是女孩就被人狠心抛弃 但她们又何其幸运 被充满爱的家庭所收养 养父母带她们时如己出 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 都给予了足够滋养 这才因祸得福 让她们得以重新享受 人世间的姐妹亲情 两人的故事 在2015年被拍成了纪录片 所有看过这个纪录片的人 不管国际身份还是种族 无不被这种人类 共同的亲情所感动 血缘的羁绊 让姐妹俩 无论身处和地都紧紧相依 而真正超越血缘的 爱泽如同璀璨的星光 照亮她们的人生之路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要保证你 我们要保证你 我们要保证你的 你保证你的 你真美 美麗